Nio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Nio 今天要來看條隊人對賞義大利人 這場比賽是天踢的阿拉伯地圖 有些觀眾應該是注意到了我的開頭 又變成天天了 之前有人說我開頭在說什麼 聽不清楚還是聽不懂 所以才改成美日 原天天兩個疊字聽起來好像有點 確實怪怪的 我就還是改回來天天好了 畢竟老觀眾聽得舒服比較重要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場比賽吧 那這場比賽是2300分的對決 那其實也是超級高分段的 再來玩家我不太熟 但我覺得這場打得還不錯 那我就來介紹給各位 那條隊人這個文明 他的最大特色是種田非常拼 那步兵跟騎兵 城堡時代開始都會加一點的進防 所以他這個是坦克步兵跟坦克騎兵的部分特別強 那他的城堡就是大家知名的條盾騎士 這個單位是非常坦克的 雖然他叫騎士喔 但是他是不能騎馬騎士 那之前版本好像叫條盾武士吧 但好像只有改回來 一直改一改去的不知道是什麼 反正叫條盾騎士跟條盾武士其實都可以啦 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那他一樣就是走得很慢吧 那這場比賽呢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條盾人喔 遇上這個義大利人 這個打法會相當特別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對手 那對手的話 一大利人喔 他有這個升級的減免喔 每生時代都有這個減免費用 但是他經濟本身沒有任何的加成喔 所以他都需要特別去 用這個大學的費用減免啊 或者是生時代減免喔 賺取一點經濟優勢喔 那一大利人的話 因為沒有經濟加成的關係喔 所以一般新手來練的話也會比較好一點喔 所以你沒有經濟加成的話 你就知道喔 你這樣子農的話 會大概會農出什麼經濟喔 哪個時間點可以農出什麼東西啊 所以義大利人也是 我一直很推薦的一個文明喔 義大利波斯還有圍巾喔 這三個都蠻適合新手續玩的 那義大利人的話 他最大特色還是這個 寶兵喔 勒納爾奴手 是可以counter所有馬國的 因為你新手時期喔 一定會比較遇到多 會玩馬國的人喔 那你如果會打勒納爾奴手的話 基本上就是屌康那些低端人 低端場的比賽喔 所以我覺得義大利人 算是很推薦 大家訓練一個文明喔 那義大利人的話 除了這個寶兵之外喔 打火槍也蠻適合的 因為他火槍也有減免喔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有這個傭兵可以使用 上到帝龍時代 這個傭兵一出來 完全不用升級 直接出也沒問題 稍微升格防御就差不多了 跑得又快 打偶續又加成 但是到了帝龍的時候 這個傭兵可能就會有點無力喔 還是要看情況出一下 可以把他想像成是 義大利人的 帝王的騎兵來用就可以了 當然他要出騎士也是可以 但是我比較推薦出 傭兵這個單位 好 那義大利人的話 前期應該是會打個小攻 會居多 弱馬是比較偏少的一個部分 好 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 雙方的地圖 那義大利人的驚慌在左邊喔 所以他左邊前期 這邊是比較難受一點 而且他的正下方就是 調多人的位置 所以他的主經部分會比較難受 會一直被打 那還好早期的話 骨子在後面 所以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他比較困難的是喔 他的附金在野外 所以到了中後期 這個金要怎麼奪回來是個重點 可能是不能一直往後發展 要開始往斜右邊發展 而且這裡還有一塊金 所以這裡應該會變成 義大利的那個 真地盤的支柱 那上方這裡有塊黃金 好 那來看一下這個 好像順便講一下 義大利人好了 義大利人這個分數喔 我只會給 40分 偏懶 他是不是真的是偏懶 中間這裡門面沒有木頭 然後只有兩塊木區可以挖 這邊被插箭塔 你的兵全部 村民一定要跑到後方挖木頭 後面又被對方打 直接會被打出GG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條盾 條盾的話 金也在前面 但他好消息是前面還有一塊小小的木區可以擋住 那右邊的話這邊還可以連起來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但是右邊的話就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他可能要這樣子圍 下來直接圍下來 直接用建築物連仿 圍到底 那這張圖也是看起來偏爛喔 大概也只有40分左右 所以兩邊圖其實都蠻爛的 所以有點相對平衡的感覺 但他果子的話是在偏右邊 算是對義大利人是好事 這邊兩邊都升到了封建時代 先稍微加速一下 結果義大利人這邊打馬就有 義大利人打馬就有個缺點喔 就是他肉的捕獲量並沒有太多 所以出太多肉馬很容易升時代會輸給對手 即使有這個升時代解敏的費用 這邊跟條盾打騎士 打這個刺喉 不是騎士 但這邊第一時間上時代非常早 還是有抓到一些村民 欸他這邊是22匹上欸 然後另外21匹 結果應該是條盾會先上 結果是 條盾先上 被圖村是什麼畫面 這好像乃乖乖的 好 你有偷支部嗎 不可能吧 都2023年了 還有人在偷支部 應該不太可能 在這邊稍微加速 用二倍數來看就好 因為前期其實都還蠻漫長的 好這邊點一下一級農 OK那他這邊義大利的細節有做到 撒第一片田之前先點一級農 這樣所有的農田都可以吃到一級農加成 這樣農田可以吃久一點 木頭的消化量就會少一些 就可以轉出更多的農田經濟 或是其他資源 那條盾這邊也沒什麼經濟障礙 本身農田就便宜 一直撒一直爽 不點一級農也沒差 目前兩邊是出到將近快五隻的肉 那條盾這邊是肉碼數量有壓制的 那這邊義大利再繼續打肉碼下去 其實會很虧喔 哇這邊想要反打長槍兵 結果被反殺了回去 剩下三隻肉碼 這邊想要再抓殘血的村民 上面有一隻殘血的 但沒有看到 優先打了滿血的村民 但還是收掉了一隻 順利的拿下了二殺 這邊稍微微一下 但是這裡有一個洞 直接打這個殘血的村民 但是還是順利擊殺掉了 哇直接拿到三殺 意大利人這邊蠻賺的 用了大概四到五隻的刺猴 拿到這麼多的擊殺 對話來說是件好消息 畢竟條盾人的經濟非常好 這個農田很便宜 可以很容易爆出經濟來 那如果拿到三殺的話 經濟成本來說其實差不多的 這邊應該會直接進去喔 想要直接 開始搞 這邊直接被撈進來其實有點傷喔 所以你勢必要拉一堆村民 去這邊圍來圍去喔 會浪費你的手術喔 跟這些經濟的控制力喔 好 但是這邊圍得很好 圍死了 而且石頭在裡面一直找機會 到處都有槍兵在防守 這邊想硬打的話 槍兵都會做出反擊的 槍兵分兩隊繼續繞 那你看這條盾 還是優先上到城堡時代了 意大利這裡還沒有上 明明意大利殺了三隻村民 卻還是晚上 你就知道這個條盾經濟有多好 好 所以一直在說條盾喔 就是 他的強勢之處 都是建立在他的一個農田平底的經濟上 然後再來就是後期轉出非常坦的 這個遊俠跟這個步兵部分 去壓制對手 但是條盾還好 他還有這個火槍可以出 還有火炮 所以本身也沒什麼太大的後期問題 就只是他的遊俠跑得比較慢一點 沒有品種 沒有這個耕種技術 品種是有的 好 那這邊果然挑針是打騎士棒 直接按了三隻騎士 然後點下了0鎧甲 而且品種也點了 這邊刺猴也可以吃到這個品種的紅利 其實還蠻不錯的 隨便65滴血 好 意大利人這邊終於也上到了城堡時代 好 這邊終於戳到幾下 但是我品種其實有點坦 那這邊可以考慮補下一個TC 這裡也是喔 這裡也可以考慮補一個 不然偏外側一點點 好 結果是考慮偏下方 但是這邊下方也是好的 原來下方這邊是可以順便挖石頭 可以打他的主要兵種 勒納爾弩手 早期挖石頭 那有一些觀眾會說 3TC要哪時候挖石頭會比較好 那我建議是第三個TC 開在石旁邊的時候 5個人去挖石頭就夠了 不要拉到7到8個人去挖 會有點太多 雖然有點 可以早點去蓋這個城堡 來防守是秒錯的 但很有可能會讓你斷村 因為意大利本身經濟是一個不好的文明 所以你投資太多人去挖石頭 很容易斷村 反正讓你開3TC的效益並沒有那麼好 好 那意大利這邊直接被對手條盾 開了一堆騎士 然後還被投車開閘TC 這個TC很沒辦法 但是一定要守住主經的話 就是要蓋這個TC來防守 那最好方法就是點一下救贖思想 跟這個投車戶頭會比較好 那現階段來說的話 我會比較 建議這種情況 出頭的車跟對方戶頭 但戶頭的話 騎士很容易會被 不是啊 你的頭車很容易被騎士給反殺 好那家裡還是要繼續蓋這個 三流去找對方 好這邊走出去尷尬 有洞 這個騎士沒有進來殺一波有點可惜 如果說我就想要進去塗個一波 我管他裡面有沒有擊兵槍兵 直接衝進去先砍個一波 我的想法都是這樣走 有這麼大量的騎兵其實蠻適合的 因為他裡面的槍兵其實也不多 但是我們是上帝視角了 但以我的個性喔 看到他這邊有破洞 然後裡面沒什麼兵 我就會直接砍到底了 反正軍事有換到經濟就是賺了 然後送到兵之後 再來打一個防守反擊 也不遲 好 義大利這邊是決定要全面撤退 撤到後方 然後開始掃農田 這邊農田都要放棄掉了 轉出了三個軍營 三軍營 然後出場上兵的動作 這樣經濟是有點差 但他這邊已經上億人挖石頭了 24個人挖石頭 這邊他迫切了 想要趕快轉出這個熱奈爾弩手 待會城堡 主經躲不回來的情況下會有點麻煩 雖然城堡可以蓋這個位置 但是還是有一定的風險 哇這個頭車直接砸到大量的 長槍兵的血量直接砸光 義大利這邊血虧 哇 義大利打條盾 工程器騎兵 這個搭配有點難受 那由於對方條盾是單TC這樣爆軍事的關係 所以其實經濟不太好 那如果條盾這邊又沒打到對方的 義大利的村民的經濟的話 其實又更虧了 雖然有賺到這些TC跟農田的這個 經濟狀況 但是沒有殺到石子上的村民 就有點小虧一些些 所以我覺得這些兵喔 該直接送的時候還是得送 就是這個原因 你不把這些兵送掉 然後一直留保存戰力 讓對方濃起來的話就有點危險 那裡面有插城堡之後 更沒有機會去鬧了 你這些兵又不能直接去上 又只能在後面慢慢推進 就有點小小的 讓對方有爆經濟的可能性 義大利這邊轉出了热奈亞奴手 頭車直接繼續砸 這個TC應該是守不住 因為他沒有轉工程機製造所 反制一下這個頭車 前線這裡又被砸 這邊TC上億人在挖金礦 跟伐木 這裡已經被逼到死路了 上方這裡也很危險 隨時都有被入侵的可能性 好這邊城堡直接設兩台頭車很賺 這個沒有控好 好這邊稍微移動一下 好這邊看一下騎士 好這邊轉出热奈亞奴手了 目前村民術還是義大利優先 非常優先 優先大概20村有 義大利這邊除了在家裡防守 還留一坨弓兵到一條盾的家裡 這邊殺到這麼多村民其實很賺 尤其對方就是剛剛單TC很長一段時間 第三TC彩像才蓋下來 如果這樣子打的話 會讓條盾直接斷村 還有甚至斷騎士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條盾這裡最好的做法 就是全面撤隊 趕快用全部騎士回救 是最好的選擇 他這邊又想要繼續進攻 但這邊繼續進攻的話 這個城堡越不過去 你這邊頭車也只是雜視一件植物 在脫台前而已 這也變不太好 好這邊村民繼續把這個金礦圍住 想要開稿 好家裡直接拉幾隻騎士 用家裡產出來的騎士防守 看起來是防住了 應該可以再換掉這騎士沒有問題 但自己的弓標全部送光了 一條一人這邊開始轉出自己的熱奈亞奴手 3TC運轉 現在變成2TC而已 編計3個TC也爆了 後面補下一個大學 後來直接補這個彈道學 好那TC補在這個墓區 有點靠近對手 其實這個地方我不太建議蓋 因為很貼近對手之外 這邊只要蓋一棟城堡或是這裡 那TC跟墓區還是會爆掉 如果要蓋的話蓋右側一點吧 當然這邊右側的TC也不能蓋 就會有點尷尬 好右側 看一下左側這邊 生旅招一下 但是沒有招任何東西 彈道學 我覺得還沒有點 二級龍也是 那這邊我覺得打得很好 就是有點下這個 3TC 然後有這個二級龍 二級木跟一級龍 講錯講錯 你看這個條盾就是沒有點 你看很容易打架打到後面 這一級龍就忘記點 然後就會無盡的循環 你的農田就是一整塊就被吃完 然後木頭消耗量就很大 然後你就要 必須就要補更多的伐木工 這就是一件很上的事情 那義大利人果然點下救贖思想 那救贖思想的話 點下工程器就很好解了 果然這個打法還是要搭配一些 這裡沒空好 但是對方也沒空好 這個頭車怎麼打後面的 不是打前面的 他是想要預判嗎 殊不知這個奴兵沒有預判到 OK頭死車應該是有機會招到 但是沒有宗教狂樂 有可能會被反擊掉 這要回頭招嗎 還是直接招騎士呢 直接去招騎士 可以直接拉騎士去後面打後面的頭車 但第一時間 騎士也是被完全輸出 所以頭車基本上0下都打不到 頭車可以繼續往前輸出 前方長槍兵也是往前 但是頭車一直往前的狀況下 勒納弩手沒有輸出的空間 這個是老頭危險 直接被打掉 哇這邊敗北秀一波 但頭車可以換掉一台沒有問題 但是後續的騎士很難解 但這邊騎士也沒印上 唉唷這邊預判一個位置 但沒有中 哇這邊有點熱血 這邊再稍微難一下 但是義大利人在通過打鬥的情況之道 補下第二棟城堡在這個位置 這還不錯這個位置 稍微有點高地 但這邊決定要直接來爆TC 這個騎士數量其實是夠的 18隻騎士加上頭子車 直接砸的話一定是可以的 OK 直接補完 但這邊頭車已經找到自己的騎士 但後方有大量的村民在直接修理 騎士要是能拿下這棟TC其實很賺 但是第一時間沒有去打 修TC的村民 村民還是修起來一點血量 第一時間先把這個 投射給點掉 可以嗎 很困難 哇這一波義大利賊虧啊 看起來是有可能會被擋下來 但TC裡面的村民還在繼續輸出 這個TC沒有拿下 對條盾來說太虧了 好後方的熱納盧手再繼續補過來 走車再補點傷害 走車要先打村民喔 這個走到TC的射城範圍 我以為他是要砸村民 好那回到上方 好那這棟城堡蓋的很有價值就是因為這個 直接可以把對方的石像給射掉 這邊金礦也可以慢慢奪回來 而且上方的金礦區也可以稍微鎖到一點點的距離喔 只要能鎖住金礦 跟木頭區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因為他熱納盧手 只需要黃金 跟木頭 木金兩個 長槍兵也是喔 長槍兵想要肉跟木頭 整體而言 是義大義人這邊喔 是村民有領先的喔 但條盾這邊硬上地龍時代喔 想要直接打這個重裝騎士吧 或是直接想要出巨型投資機 開拆對方的這個TC喔 好人倆毒手直接硬上 但是沒有第一時間去打投資車 投資車能招得到嗎 好應該可以 再過個一秒 招到 當然自己老頭也倒了 但沒有關係 沒有投資車的話 熱納盧手就可以無限輸出 來看這個騎士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馬國完全抵抗不住 對方熱納盧手的射擊 而且義大利還有救贖思想的關係 投資車的奴號都可以輕鬆解決 好這邊就可以直接硬A喔 硬A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義大利人這邊稍微買賣一下 可以點地龍時代 這個地龍時代也是稍微便宜了一點點 好這邊點下了步兵的升級 還沒有點地龍嗎 差不多可以點 該點了吧 覺得差不多了 好那下方義大利人是 有點尷尬了 右邊騎士直接繞到旁邊 義大利人並沒有看到 這邊補下了手推車 還有這個重裝騎士的升級 當然這個重裝騎士可能還沒有好 騎士就要送光了 家裡騎士有些常常兵在防守 還有一些森旅的 這一波交換其實並沒有太賺 但是這邊被投到了一發 我們回頭看一下 這個失業模擬器的好處 就是可以看到 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喔喔喔喔喔喔喔 其實有怼耶 有V陣耶 但是還是被插邊球打到了一點 好這邊可能要繼續撤了 好這邊這個修道院應該也是要被拆除 這裡補下棍度均勻 右側要直接全部圍死 想要把這一塊區物全部佔領下來 哇 義大利人這邊真的是資深玩家 這個 嗚呦 B陣 哇這個還是中了 這個要趕快跑了 這不能再打 哇又被中到幾發 這裡要再預判一下嗎 直接想往回拉 但是投車直接無形拍 但是又拍到一些 勒納爾弩手 但勒納爾弩手 回去打一塊 嗚 中了一個大碗 哈哈 這個數量已經有點難反擊了 待會要趕快再避一下這個數量出來 回頭射個幾發 好這裡要小心 要完了 好剩下一隻應該也沒差了 好這裡挑戰直接一個逐城戰法 當然義大利人也不甘失落 直接在旁邊也起流動城堡 看到對手只拉了這麼少量的村民來蓋 有點太低估了 好意大利 7個人蓋城堡 對上28村蓋城堡 哈哈 但是好像7村是有機會的 這邊有投資車在騷擾 好這邊蓋好 但左邊這棟城堡有機會 96 97 98 99應該是可以硬蓋 雖然損失了一些村民 但城堡終究還是蓋著好 好後方趕快蓋出巨型投資機 一大利人電用時代還有大約25秒 但是現在有三棟城堡可以蓋巨頭 這邊稍微存一點黃金賣一點熱 直接三棟城堡蓋巨型投資機這邊集結 直接拆掉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下方這邊都十槍都蓋好 調整現在也難進去騷擾 那看起來一大利人這邊是稍微有點優勢的 這邊先按了一個 後面是按增兵技術 這個不按嗎 他可能嫌太遠不想按 好這邊是沒有打算全部爆巨頭 反正是轉出了一些經濟科技 二級農三級 三級木 細節細節 好 調整這邊有免費的躲射孔 所以下方的步兵一直被產出 這個數量越來越少 好直接上去硬戳 早該戳了嘛對不對 能戳掉一台巨頭就很賺 好補一點傷害 可以嗎 剩下一下 哇 雖然送掉全部的重裝強槍兵 但是還是收掉這個巨頭 好 那一大利人這邊可能也要補一下槍兵 跟熱內亞弩手 巨頭司機的部分也可能需要增加一些些 好條段經濟非常差 只有86吋連87吋都不到 真是87吋不能再多了 好 綠頭 上方城堡 效果不錯 但是熱內亞弩手還沒有集結完成 第二波長槍兵直接上去印都 補下三攻 欸 烏內亞弩手不是先生射程 而是先生攻擊力 這個義大利人有想法 先生攻擊就真的蠻罕見 好 這邊有足夠的村民兇 但是可能也沒石頭 這邊想要用長刀兵印都 看可不可以拯救一下 這裡可能要先拆這個頭子車會比較好 好 熱內亞弩手在後面輸出打騎士 但騎士還是有點坦 這邊會高打第一頭車 先砸長槍兵但是沒砸到 好這台頭車在後面繼續被防守住 有點危險 直接找後方的熱內亞弩手 被拍掉了一些數量 哇 但最後還是爆了 兩邊城堡都被拆除 但正面條頓快要打不贏的感覺 我覺得熱內亞弩手在持續逼近了進來 好 三攻快要好 但是條頓已經轉出了火槍 好 打火槍條頓其實也是 蠻輕鬆喔 可以守出這些 但是對方 對上對方熱內亞弩手就很尷尬 火槍配騎士 對方只要出熱內亞弩手 就可以全部瞭解了 沒有什麼問題 好 三級射趕快補 好 直接補一下 哇 你看這個火槍喔 死得非常快喔 但數量有點少 好 補下工兵鎧匠 再加上熱內亞弩手 繼續輸出騎士 這裡想要包 但是後方有重量強昌兵的資源 有點危險 這邊再繼續打 看起來條隊有點尷尬 自己沒有專心開農喔 一直在瘋狂打強軍事 經濟開始有點跟不上對手 有 92村對上111村 哇 義大利人這邊打出了三級農 最農那種 最近我們看到的影片喔 都是這種 打強軍事的都被開農的鎖住 然後開農的注重經濟 然後直接反推 然後打強軍事的玩家 然後就沒有經濟喔 然後就很容易輸掉比賽 所以真的是 打強軍事 真的不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感覺打強軍事有點算是要偏 判斷型的 你判斷移錯了 投資太多這個強軍事在裡面了 就有點像是在這個投資市場一樣 不去停損 看錯方向了 然後沒有轉 趕快轉成農的 就很容易被打出差距來 我覺得四義立國也蠻適合 去培養這些這種經濟觀念的 其實可以學到蠻多東西的 好 那這邊結果是直接轉出傭兵 哇 你看這傭兵血量80滴血 少量黃金配上 這個傭兵的跑速跟血量 其實CP值超高的 而且打這個火槍效果很好 因為傭兵打火槍有外傷害 因為火槍是火器單位 我看這個 兩刀砍死 三刀砍死一隻 有沒有 兩刀是不是 是兩刀阿 他剛砍的是村民阿 村民要砍三刀 火槍只要兩刀阿 太狠了 義大利 義大利 對上後期火槍 也是綽綽有疑 而且對上風琴砲 除了起火槍兵 義大利又可以屌康 所以我覺得義大利 打經濟場的時候 也是蠻好用的一個文明 這邊輕鬆了解 沒有什麼大問題 打錯了GG 小多人這邊 唯一打到不好的地方 就是強軍事那一波 在城堡時代大概20 大概中期或初期內的時候 大概快要將近15隻的騎士的時候 應該那一波就要進去 那時候義大利移動城堡都還沒有好 就應該有洞的時候 就要進去看一下 有城堡代退嘛 沒有看到城堡的話 就直接殺了一波 會比較好 那義大利人這邊做的 比較危險的地方是 就是這個洞的地方 後期轉經濟也把這個時候轉出來 插了城堡 經濟網優廓 可以打得非常不錯 而且這個救贖思想 確實也讓條頓感到壓力 不敢再繼續出工程器 讓義大利人 有這個熱納爾奴手 維持穩定的數量 反推回去 那我覺得最關鍵的是 條頓這邊沒有轉出火炮來反擊 這比較稍微可惜一點點 不要出頭車 出這個火炮來打會更好一點 火炮然後火槍 然後再轉出一些 這個步兵單位 但步兵單位的話 可能要轉出建兵勇士 投資的資源也是非常多的 出條頓武士感覺也是可以 但是也需要城堡 那他這邊沒有足夠城堡 沒有足夠經濟去挖石頭 所以導致後期要打什麼都綁手綁腳 這就是強軍事的一個後期的問題 來不及你轉的話 就很容易跟我們上時代 跟轉科技的一個問題 但像是義大利人一直在打經濟狀況 你要轉兵的時候 隨時都可以轉出來 而且義大利人 轉這個傭兵也不用升級傭兵 直接生產就可以用 只要升工坊就可以 所以總體而言 義大利人我還是蠻推薦大家去玩的 好來看一下這個經濟 經濟部分的話 是義大利這邊拿下了一些優勢 環境上雖然少輸了一點點 但至少其他的部分 都是略銀一些 好那科技部分 稍微看一下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